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抓住他们 站住 师姐 决定了就不能回头 神尉继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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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 莫莫 燕龙叔 走 盛天 铁儿 莫莫 燕冰 兵必胜 走 拿下 不 继承仪式不可中断 爆发之炎 爆炎树 燕树吧 爆炎树 火刀树 燕冰 躲开 你没事吧 宝贝小心 火刀树 火刀树 驾 火焰树 火焰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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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汹涌的火焰 将一弃化为灰箭吧 火海流远 驾 叶破羽 火枪术 语兵 小心 你还好吗 爸爸 我没事 我绝不会继承这样的冰神塔 圣洁 我 寒冰之证 师父答应过我 只要继承神威 就不会对他们出手 冰神塔威严 不容其烦 伟大的冰元素 阻止它 请降临至我的领域 动机世间一切的罪名 临至精力 含冰之语 伟大的火焰之神 请救您的左手 让火焰降临人间 扑灭一切邪恶的力量 火神的左手 冰武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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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 你 冰神之矛 八宝 仲天 无上的明雪女神祭祀 王冒 仲天 仲天 念兵 灵儿 妈妈 我们来救你了 师父 兵灵愿意将一生奉献给冰神塔 请你放他们一条胜路吧 你无法放下他们 已经是对冰神塔的背叛了 冻结吧 将寒冷与坚硬融合 化为永垂不朽的封印 不 灵儿 灵儿 快和我们一起走 我宁愿背叛冰神塔 也绝不会辜负我深爱的人 神将冰封 宁愿意将冰神塔 cantidad 之后 gard 不 四 四 不 爸爸 追 没剩多少时间了 妈妈还在里面 我们要去救她 爸爸对不起你 不该带你到这么危险的地方 他们在这儿 抓住他们 快 别跑 抓住他们 别跑 快追 站住 联冰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爸爸 伟大的护炎之神哪 请让我与您的愤怒融合 爸爸 我不走 我绝不离开你 将所见之处 只稍微灰烬 爸爸 爸爸 毁灭一切阻挡在前方的障碍吧 他在越界使用其中魔法 冬结完跟云池刀末日 生兵结界 火神的怒吼 不 年兵 王后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王后要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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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为什么 为什么 火魔法的顺利卷手 楼下的气息太明显了 我要让你们全都付出代价 和你死去的 爸妈输了 我不会让你好死 你走啊 他只是个孩子 没必要让他受太多苦 是 冰鲁大人 我吃到在你手上 交出冰雪女神之石 是 你们想了这个是吗 臭小子 不是后台 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我绝不会教会冰山塔受伤 孩子 你母亲本该成为冰雪女神祭祀 你不该反抗寄举的命运 反抗 不 冰山塔 从来就不该决定任何人的命运 不 不 对 我 作曲 李宗盛 丁平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好更烈的孩子 从这么高的悬崖跳下去 这孩子也活不成了 兵鲁大人 冰雪女神之时 落入了天青河 现在该怎么办 兵鲁大人 那孩子怎么会顺发两种魔法 还是属性冲突的魔法 冰雪女神之时 和火焰神之时 它是靠着冰火双十 才能顺发简单的出击魔法 不过冰火相可 它能同时使用 又没有冲突 确实奇怪 回去吧 任务失败 责任我自会承担 是 是 冰灵 这一切 都只能怪你自己了 伟大的冰雪女神啊 请借我您的愤怒 送我们到达迷失的彼岸 冰雪风霸 天天吃青菜 再本来几条鱼 身子可瘦不了了 我 我 不会一起这么好吧 你 你 坏了 不是鱼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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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好香都味道 行啊 你 你试试 我呀 我是你救命恩人 我是你救命恩人 来 你 你试试 你 是您救了我 要不你以为是谁 废老大劲把你给扛回来 谢谢 我叫扎吉 你叫我扎爷爷就可以了 小家伙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容念兵 你怎么会落水呢 你父母呢 我 冰神塔在冰月帝国有很高的威望 如果我把事情告诉他 他去给冰神塔告密 我 除了名字 其他的我都想不起来了 你连自己的父母都忘记了 爸 妈 你们还在吗 先把这碗粥喝了 可别小看了食物的疗效 孩子 有什么不想说的也没关系 若是没地方可去 就先留下来吧 爸 妈 你们还在吗 宝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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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呃 燃燒吧 火刀樹 还我爸爸妈妈 冰系魔法 冰雪女神之时 是她强化了冰系体质 除了火线魔法 我现在也能使用冰系魔法 谁 这里怎么会有其他人 你是谁 站住 冰元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讨坏岭瘴气毒气猛烈 普通人不可能进来 冰元素 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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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斗斗 斗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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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妈妈 总算回来了 练冰 赶紧把东西放下 进屋吃饭吧 嗯 时间过得真快啊 转眼就要一个月了 我那时候在天青河呀 还以为捞到了一条大鱼 原本乐得很 正想着要好好补一补 没想到把鱼网一拉上来 居然是你这小子 谢谢渣爷爷的救命之恩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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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你年轻力壮 恢复得快 我才要谢谢你 愿意留在这儿 帮我干这些粗活儿 要不然我这老头子的手啊 那是越来越不行喽 我说你这孩子 虽然平时也一副 闷闷不乐的样子 但怎么今天感觉 特别消沉哪 有什么不开心的 也别老憋在心里 说出来总会舒服些 我刚在林子里 遇见其他人了 不可能啊 这片桃花林里边全是瘴气 如果没有解毒剂 是不可能进出的 我在这儿隐居这么多年 也从没见过其他人 肯定是你在林子里 待了太长时间 给你的解毒剂都失效了 你才会被瘴气影响 产生了幻觉 那女孩能在桃花林 行动自如 她究竟是谁 爷爷我其实特别担心你 救生案之后 昏睡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醒来了 却什么都不记得 一个月都过去了 有没有好点呢 想起了什么没有 这段日子没有 冰身塔的人前来追捕 看来扎爷爷不知道我的身份 也没有向他们告密 虽然我说自己失去了记忆 但他还是一直追问 继续瞒着不是办法 可说出实话 也会害他陷入危险 扎爷爷 我 其实 我没有失忆 你 你没有失忆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呢 能不能告诉扎爷爷 你怎么会落进河里 当时 我们一家三口 走在上游的山路 没想到 居然撞见了 躲在山里的土匪 他们不止劫掠残物 还出手伤人 把妈妈为了保护我 被他们 没想到小小年纪 就遭遇这种悲剧 可是 你们怎么会到 那么偏远的地方呢 决定了 联冰 我知道怎么让你心情变好 就是给你做好吃的 扎爷爷 您做的菜 已经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东西了 那些都算不上菜 我说的是 用神刃做的顶级美食 好久不见啊 老伙计 自从隐居之后 我就自行封印了这柄刀 但今天为了你 就特别破例一次吧 跟我来 练冰 你可千万别小看吃这件事儿 吃不只是为了饱腹 更是为了体验 体验 一道好的菜肴 不仅能让人心灵满足 更能打开人的五感 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受 一道菜 能有这么神奇吗 行生闻未处 人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 是通过各种感受 累积而成 而厨师 就是通过菜肴 将这些感受 合而为一的职业 那兵 你听说过鬼厨神吗 曾经听说过 我记得 他好像是 仰光大陆最有名的厨师 鬼厨神 人称五大厨神之首 他自有贫困 父母双亡 小小年纪 就在齐鲁帝国最有名的 骑乡酒楼打杂 虽然不算聪明 可凭借着多年的勤奋 和努力 曾楚楚 终于肯收他为赌 不过做菜 光靠勤奋还不够 最重要的是悟性 十年练楚 十年悟楚 他的师父告诉他 只有感悟 才是真正的修行之道 于是他走遍仰光大陆 和各个顶尖出师切磋 在过程中 不断创造属于他独有的记忆 赵爷爷 最终在除神大赛上 他战胜了烈除神天酒 陀除神紫修 灵除神纳炎 妙除神明修 成为了五大除神之首 人称鬼除神扎棋 朵爷爷 您就是鬼除神吗 既然您是传说中的鬼除神 那怎么会隐居在这种地方呢 就像发生在你身上的悲剧 每个人都有不愿回想的过去 就让往事 随时间去吧 尝尝这道桃花肉片吧 这肉片在燃烧 朵爷爷 这 别说话 用心去品尝 好炙热的口感 这肉片又麻又辣 弱口的瞬间 像吞下一口火焰 但咀嚼后 又觉得唇厚不烫口 看来 正阳刀驱除了桃花瓣的胀毒 还激发出花瓣毒有的气味 把肉片的香气 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胸口有一股暖意 像是心中种下了火种 随时可以燃起 火元素 我竟然感受到了魔法 这就是炸爷爷说的 突破自己的感官体验吗 我从未感受到 原来身边充满了这么多木杆元素 没想到一道菜 居然能让感官有如此巨大的提升 火魔法 魔法 你是魔法师 火系魔法师 魔法 孩子 你 你是魔法师 火系魔法师 不 我不是的 这道菜 竟然让我不由自主催动出了火魔法 魔法师 一位魔法师就这么正巧 来到了桃花林 这一定是命运他安排 终于 终于 你无法想象我等了多久 炸爷爷 你 火系魔法阵 炸爷爷 为何在寻找魔法师 难道他知道冰神塔在找我 但 我这条命也是扎爷爷救回来的 这段时间若不是他愿意收留我 我到现在还无处可去 好好向扎爷爷问个明白吧 联兵 扎爷爷 我不是要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但是 您为什么要寻找魔法师呢 联兵 你听过魔法入雏吗 魔法入雏 难道是用魔法做菜吗 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就是无法利用魔法做菜 这么久以来 心底一直有个愿望 那就是找一位魔法师当传人 传人 扎爷爷 难道您希望我给您学厨 你愿意吗 您不问我 为什么隐藏魔法师的身份吗 我一个老人家 隐居在这偏远的树林 难道会介意你的过去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不论你说什么 我都会选择相信你 联兵 做我徒弟吧 可是 我从没想过学厨 我只想成为最强大的魔法师 若不是如此 又怎么帮爸爸妈妈报仇 绝不能让病神塔逍遥法外 对 你想变强 是为了替父母报仇吧 爷爷很同情你遭遇的悲剧 但记着那些痛苦的回忆 又能帮助你什么 不如留在这儿跟我学厨 忘掉那些伤痛 不是更好吗 有件东西 我想给你看一看 有件东西 我有办法消除你的记忆 这是我当年 有名才真为八修换来的魔法卷轴 原本打赃用在自己身上 但我可以把它让给你 卷轴里封藏着高等催眠术 它可以清除你的记忆 帮你忘掉那些悲痛的经历 你现在没有实力打败那些土匪 不如忘记一切 专心学出 利用这段时间 精进你的魔法 等到你的魔法力足够强大 催眠术就会自动解开 那时再报仇才有胜算 扎爷爷 您说得对 以我现在的实力 确实做不了什么 但是 但是我也不愿意忘记自己的过去 快乐和痛苦 都是我宝贵的记忆 我不想逃避 也不想忘记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您一直没用这卷轴 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对了 扎爷爷 谢谢您的一片好心 学厨的事 可以让我再想想吗 你说得对 好与不好的记忆 都一样珍贵 我不该对你提出这种建议 学厨的事 也不想勉强你 时候不早了 你就先好好休息吧 谢谢扎爷爷一片心意 修炼魔法没有结晶 只有透过冥想 不断与魔法元素交流 才能在体内积累魔法力 吃过了扎爷爷做的桃花肉片 身体对魔法元素的感受 仿佛更上一层楼 一道菜 竟能让人有这么强烈的感受 这就是扎爷爷说的 体验 火元素 原来周围 有这么多火元素魔法可以调用 冰 火 风 土 空间 光明 黑暗 是七种不同的魔法元素 通过各种感受的累积 就能逐步打开五感 身体对其他魔法元素的感知 也更加敏锐了 十年炼处 十年悟处 也许 魔法与厨艺结合 会有出乎意料的提升 烤 张爷爷 聂兵 好久没砍柴了 这阵子 所有俗活都让你看了 我寻思偶尔还是要活动活动轻骨啊 张爷爷 虽然只吃了您一道菜 但我却体验了 前所无有的感受 甚至对魔法 也有了新的领悟 我知道自己小看了厨艺 如果您还愿意 请受我为徒 让我跟着您学习吧 师父 师父 我终于有徒弟了 我这一身绝血 总算有传人了 终于想通了吗 既然决定了 就不能轻易反悔啊 不过 但我徒弟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先让我看看 你的魔法能力 达到了什么程度吧 热情的火源素 请凝聚成炙热的锋芒 焚烧眼前的障碍与罪恶吧 火刀树 火刀树 这小子年纪轻轻 魔法力却已超过初级魔法师 天赋过人哪 你平常就是用这把火刀帮我砍柴 不会把桃花灵圈烧了吧 不是的师父 火刀树会把柴都烧坏 我用的是冰刃树 冰刃 伟大的冰元素 请凝聚成锋里的巨刃 展开世间的束缚和枷锁 冰刃树 你 你小子居然是双线魔法师 太好了 太好了 这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啊 我天生拥有冰火两种体质 但冰系魔法才刚刚决心 而且冰火两种魔法 不能同时使用 那不成问题 火魔法是魔法入除的基础 冰魔法对做菜更是大有帮助 就算无法同时使用 只要绘这两种魔法 就足以做出千变万化的菜肴 决定了 日不如状日 现在就带你做菜 要知道 学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像魔法师和武士 需要常年的锻炼 才能提升等级 厨师的修行过程 一点也不比他们轻松 甚至更艰难 从今天起 你要从基础练起 专心看我的每一个步骤 像正阳刀这种西式绝品 没有几年的修备 不可能驾驭得了 以后没我的允许 不准碰它 遵命师父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 要先掌握三大技艺 刀工 调味 火候 缺一不可 有了扎实的基础 再加上对各种食材的特性 了若执掌 才能分辨出每道菜肴的细微差异 从中学习 不断地累积经验 直到你成为顶级厨师 就能运用厨艺开拓感官的旗线 尤其是习武之人 对极品菜药的感受更是强烈 凭借各自的悟性 有人甚至能获得全新的力量 而这一切都要先将基本功扎扎实实地练好 我现在带你做的这道明艳鱼羹 就是最好的示范 鱼丝要细长而不断 靠的是刀工 羹汤要咸鲜酸辣 靠的是调味 肉质要鲜嫩滑润 靠的是火候 刀工和调味无法一蹴而就 日后再带你慢慢磨练 这次就先让你试试 运用魔法控制火候 来吧 用火魔法加热 是 照着我的指示做 热情的火元素 燃烧吧 明艳鱼羹是最重是火候的一道菜 明艳 古名思义就是用烈火 让鱼肉急剧受热 使鱼肉收缩保留精华 但难处在于 一旦沸腾 肉质就会迅速冷化 温度不够 羹汤又无法入味 所以必须在沸腾的瞬间 迅速收火冷却 反复操作 让鱼肉保持鲜嫩 同时吸收羹汤的精华 保持这个火势 慢慢升温 收火 冷却 伟大的冰元素 极度 可以了 加热 火元素 冷却 冰元素 不行 太冷了 快加热 火 很好 很好 把火再烧得更旺一些 火焰树 这就是魔法入除的精髓 灰元素 为什么 冰火无法相互冲突 心神力无法驾驭 体内两种不同的能量 念兵 都怪我太心急了 虽然这孩子天赋极高 还同时拥有双系魔法 但冰火魔法会相互冲突 修炼过于造劲 后果或许不堪设想 我 冰雪女神之石 火焰神之石 是这两个宝石 让我的魔法力暴增吗 魔法力增加得太快 身体却无法继续维持 两种元素的平衡 父亲说过 没有人能同时拥有冰与火 两种极端的魔法 现在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尽力压制 暂时控制住了 竟然这么晚了 渣爷爷 莫非是冰雪奶的追兵 打答性化 赵爷爷 快 赵爷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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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谁派你来的 山主 奇怪 人呢 把东西还给我 你是冰神塔派来的吧 我什么也不会给你 冰神塔 火焰树 它会两种魔法 伟大的冰元素 请凝聚锋利的巨刃 展开时间的束缚和加锁 冰刃树 我受够了 估计 估计 他就这么想杀我吗 谁要杀你啊 是你先偷了我的东西 你不是冰神塔派来的追兵吗 冰神塔 我跟冰神塔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搞清楚就胡乱攻击 真是个怪人 你才奇怪吧 半夜留进别人家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把你偷走的东西还回来 偷 我偷你什么了 面纱 上次被你拿走的那个 面纱 居然还随身带着 真是 是我不对 没问清楚就攻击你 不过 算了算了 反正你也打不过我 就不跟你计较 好吧 好吧 东西要还你了 没事的话就请回吧 你这也算道歉吗 你太没诚意了吧 要不 我看你们今天做的鱼羹都还没吃 我勉为其难尝尝 当做给我的补偿吧 你这有什么好笑的啊 我可是怕你们浪费食物 好心想帮你们 没事 没事 没事没事 我只是 没想到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偷看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帮你热鱼羹 好 好香啊 你的鱼羹 好吃 小心 别噎着了 白天在厨房闻到的香气 果然不简单 看你吃得这么香 我也想尝一口了 不行 这是我的 这可是我拿给你的鱼羹啊 这是补茶 这道明艳鱼羹 只是个半成品 我第一次知道 做菜原来是这么困难的事 如果按照师傅的标准完成 一定会更加美味 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真的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谢谢你 如果这算是我第一次下厨 那你就是我的第一位客人了 那你可要永远记得哦 不过 我才不相信做菜有多难呢 要是跟我的修行比起来 肯定只是小菜一碟 修行 你一个小女孩到这种地方修行吗 管得还真多 那你一个小男孩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我 暂时回不了家 所以跟着师傅住在唐怀林 你呢 你家在哪儿 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 这段时间 我跟着族人在五大帝国 边游历边修行 从暗兰帝国往南移动到齐鲁帝国 绕个圈 经过华中帝国和朗木帝国 最后再抵达冰月帝国 前些日子到了桃花林 我觉得无聊 就自己出来转转 可是 他们找不到你会着急吧 不会啊 有这个就行了 想联络他们的时候 直接吹响 你现在吹它干嘛呀 这笛子没生啊 一般人是听不见的 他们一定是知道我在哪儿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本来还想多待一会儿的 都怪你 那我走了 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总会遇见的 还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呢 联冰啊 身体好点没 先来吃早饭吧 师父 我有话想对您说 师父 师父 请再让我试试魔法入除吧 联冰 是师父太着急了 才害得那魔法力相互冲突 咱们还是从基本功练起 一步一步来吧 倘若不能突破这关 往后也难再有进步 师父 请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对魔法力的操控 还不够成熟 究竟欠缺了什么 他施展斗气的方式好特殊 转移 能量应该像水一般的流转 还不是越模越好 这 就是操控能量的诀窍吗 好 记住 不能降温过快 是 师父 好 降温 保持放松 必须像呼吸一样自然 冰冻术 假若 我验输 我验输 降温 冰冻术 假若 是 师父 我验输 可以起锅了 师父 我成功了吗 臭小子 你以为做菜这么容易吗 以我鬼厨神的标准 这道菜的火候 当然不算成功 不过 以普通厨艺的标准来说 表现也算可圈可点啊 谢谢师父 不只是魔法 你对厨艺的悟性也极高 师父看到了你的潜力 从今往后会全力教导你 训练你 直到你够资格称自己是鬼厨的传人 嗯 遵命 师父 熟悉食物 你要学会 从中分辨不同味道 冥想 是修炼魔法力最好的办法 一天也不能怠慢 要让食物好吃 必须把原味的特色体现出来 所谓原汤化原食 鲜棺茶汤中的盐分和油脂 你小子都吃得这么胖了 给我砍柴练身 打好体能基础 披柴是对精神力的锻炼 纹路 方位 等你能把柴披得均匀如丝 才准进厨房 毫无所谓 但伸手必须灵活 抓鱼就是最好的锻炼 保持好身体的平衡 平衡 体内的冰火均匀分不了侧 暂时不会冲突反射 要小心维持 善用你的魔法与做菜结合 才能达到真正的魔法入除 练了三年终于皮束均匀的柴丝了 练了三年终于皮束均匀的柴丝了 做好准备吧 做好准备吧 别走那么快 省点力气 难得带你进城买东西 回来的时候 推不动可别给我较苦啊 师父放心吧 我天天劈柴锻炼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的 不过 倒是胃口也被你养大了 忍耐一会儿吧 等到了冰雪城啊 自然有东西吃 冰雪城 我们要去的地方 叫冰雪城吗 在冰月帝国 所有的城市都以冰为名 像是首都就叫做冰月城 冰雪城则是第二大城市 顺着大路 走个几十里路就到了 要不先让你休息一下吧 师父 要不要我给您施展一点 小魔法驱属 嘿嘿 师父 凉快吗 我 我 我 算了算了 你那魔法太极端 我可受不了 嘿嘿 念兵用魔法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初级魔法史 莫非 这小子已经进入终极魔法史的境间 是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是 你 凭什么人 凭什么这么霸道 连银语骑士团都不认得 臭小子不想活了 才与银甲镇天下 奥兰帝国的王牌骑兵团 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军人 我徒弟有眼不识泰山 若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我们现在就离开 银行 走吧 师父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人 这种人也敢自称骑士 银语骑士团的尊严 能说明自己的生命 那人肯定只是害群之马 连你们都敢瞧不起我 岂有私礼 无奈 别讲上我师父 臭小子 竟然是魔法虚 你 已经够丢人现眼了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你们两个 连探路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想被收回领雨吗 不是 封队长 请听我们解释 队长 不像你想的那样 小姐那头盔上的羽毛了吗 不同颜色的羽毛 代表不同的等级 那名骑士应该是个小队长 其余呢 是骑士侍从 也有高级战士的实力 高级战士 被我打成这样 那我不是比高级战士还厉害吗 瞧你得意的 对方斗气都没有用 你还真以为自己能赢过高级战士啊 好厉害啊 两位 方才是我们部队 这是一点小意思 还请你们先行离开吧 能让奥兰帝国的王牌骑兵团护送 这马车里人的身份绝对非比寻常啊 来 喂 臭小子 找你的 哇 居然是金币 谢谢师傅 夫人 小姐 周围都检查过了 封队长 那就让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是 夫人 第三团听令 下马整队 你就是太冲动了 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啊 徒弟为师父出气 不是天经地义吗 怎么可能忍啊 该不会是你练的冰火魔法 把你整得血气方刚吧 那兵 你怎么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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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还敢不敢嚣张 夫人 让你受惊了 我这就 平日 你找死 你别小心 够了 他只是个孩子 妈妈 妈妈 别离开我 放手碰我妈妈 把头扭过去 爵爷要是知道这事 怕是得把我们眼珠子挖出来 别瞎说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晨晨 你干什么 你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她凭什么叫你妈妈 没事吧 嗯 你 你不是妈妈 小朋友 我和你的妈妈很像吗 嗯 那 你妈妈呢 妈妈 妈妈 妈妈她 我 我不知道 我只有师父 尊贵的夫人 我这徒弟父母双亡受了刺激 可能是他太思念自己的母亲了 还请您不要责怪 没事 这孩子挺可爱的 那也没有我可爱 他头发那么黄 难看嫂 阿姨 您真的很像我妈妈 我 我 孩子 别哭 如果你愿意 阿姨就做你的妈妈吧 好吗 不行 妈妈 你不要晨晨了吗 晨晨 妈妈没有不要你 我不管 反正我不准 我 我 阿姨 谢谢您的好意 但您毕竟不是我妈妈 我不需要怜悯 没关系 见面也是有缘 这玉牌是阿姨的信物 上面有阿姨的名字 将来如果你在奥兰帝国 遇到什么麻烦 出事她 多少会有些用处 妈妈 多谢夫人 我 我 都要了这么多次 都不把天花牌给我 妈妈果然不爱我了 你呀 一天就知道瞎想 我只是觉得 那孩子投缘罢了 我 都要了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封队长 对付一个孩子 你的手下未免有些过分了 交出你的领域 你已经失去做一名隐喻其事的资格 所有人都紧急教训 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是 是 刚才那位夫人用的就是斗气嘛 好厉害呀 那斗气总觉得似曾相识 到底在哪儿看过 形状特异也对不上五级等级 对了 联冰 你清楚魔法师等级吧 魔法师等级分为初级魔法师 中级魔法师 高级魔法师 大魔法师 魔导师 魔导师 和最厉害的神将师 没错 而我刚说的武器等级 和魔法师等级对应 分别是战士 高级战士 剑师 大剑师 武斗家 武圣 和神师 那位夫人肯定是个高人 她送你的玉牌 可一定要好好留着 师父 这块玉牌温温的 好奇怪啊 温的 给我看看 精光内蕴 体如凝脂 肩结细腻 厚重温润 这是最上品的和田宝玉啊 很珍贵吗 奇纸珍贵 蓝田日暖玉生烟 说的就是和田宝玉 这种上品玉千金难求 这么贵重 那我要不要还给人家 既然给你了 也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况且佩戴她 可以养性宜情 驱邪避温 对你来说 确实是一件难得的宝物 心境平和 对于一个厨师来说 非常重要 玉如烟 应该是刚才那位夫人的名字 果然人如其名 你要记住这份恩情 以后有机会 就好好报答她吧 嗯 等我学好厨艺 一定做最好吃的东西 请她品尝 嗯 你把玉牌贴身放好 她的功用会逐渐发挥出来 记住 绝不可外露 玉如烟 她和妈妈很像 究竟是什么人呢 妈妈 董珅 你對 董珅 你也不错 对 陈珅 只有她能帮助你成为神将师 最强大的兵细魔法师 冰雪女神祭司 禀告无声的冰雪女神祭司大人 这几年 我们已经搜查了天青河一带的所有区域 但依然没有找到容念兵的踪迹 容念兵 无能 顺发这么高阶的魔法 这就是冰雪女神祭司的实力吗 不使用魔法防御就记下这一击 不愧是十二祭司之手 冰雪女神祭司大人 一切责任在我 我愿接受所有惩罚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第一祭司 找回冰神时 否则已死谢罪 是 一切听从无上的冰雪女神祭司 听从至高无上的冰雪女神祭司 朱伟若还想觐见 就请在客房等候指示 这儿好热闹啊 冰雪城虽然不如冰月城那么有名 但也是冰月帝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靠着天星河 很多商会在这儿都有据点 自然繁华 师父 我 我又饿了 你小子这次年事 越来越能吃了 那就在这儿随意吃点吧 师父 您先进去吧 我把车放好 嗯 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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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点点儿其他的菜 唉 不用了 就这些啊 啊 不是说饿了吗 怎么这么久才过来 嘿嘿 是被哪家小姑娘拐去了 嗯 嘿嘿 师父 快点菜吧 我快饿死了 都点好了 你等着吃就行了 唉 你要长大后真有个好对象 师父我也就安心了 师父您不是吧 这么抠门 我拖了这么远的车 光吃馒头营养怎么够啊 哎呀 傻小子 你吃惯了我做的菜 再吃这种普通酒楼的东西 肯定立马吐出来 我知道您是堂堂鬼厨 那也不用这么贬低别人吧 就算没您做的好吃 也不会差得太离谱 人家好歹也是厨师啊 嗯 不信是吧 那好 我们就再加个菜 你试试就知道了 嗯 如果和普通厨师们有巨大的差距 我当初又凭什么连续获得五届厨神大赛的冠军呢 服务员 再加一份青菜 师傅 我不客气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难吃死了 全是生肴味 菜加锅的时候 肯定连油都没入 菜本身的清香一点也没发挥出来 盐和调料还放那么多 简直难吃得要命 嗯 看来这段时间 你没白跟我学习 这菜的缺点 基本上都说出来了 好 择日不如壮日 师傅今天 就再传授你一道菜 服务员 有什么事 借你们的厨房用一用 啊 嗯 请 老李 嗯 厨房借他们用一下 随便你们 材料都在这里 爱做就做吧 说我做菜不行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 联冰 今天我教你做一道新菜 你的火魔法现在能维持多久了 嗯 只用火焰树 两棵中应该没问题 两棵中正好 开始吧 嗯 番茄 土豆 胡萝卜 洋葱 虾 牡蛎 切菜 嗯 除了番茄之外 一律切成条块状 好 有点东西啊 也就刀工还不错而已 请你们出去 这是我的厨房 走 走走走 有钱的就是大爷啊 算了算了 别跟钱过不去啊 走 这道菜 讲究的就是配料的选择和比例 把番茄 虾 牡蛎 全部剁成酱 都放在这个调料盒里 没问题 交给我 火焰热锅 火焰热锅 热情的火元素啊 请你凝聚成火焰的光芒 给世间带来温暖吧 火焰树 不错不错 火麻法的操控也越来越稳定了 师父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道菜叫三枝焖鱼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调汁 所谓三枝就是酱汁 海鲜汁和番茄汁 再以土豆 胡萝卜和洋葱铺底 三层三枝同时入味 加上鱼本身的鲜味 就能体现出这道菜的精髓 三分之一料汁铺底 切好的东西放在上面 再将三分之一料汁刷在上面 接着放入鱼和配菜 联冰 稳住你的火 最多有半炙香的时间 就可以吃了 我就不信他能做出什么好菜 好香啊 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菜 那老头儿有这么厉害 走 去看看 你们做的什么呀 真香啊 联冰 记住 做菜也要看对象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吃的权利 厨师有厨师的尊严 我们做出的东西 只给配的上人吃 起锅 端出去吧 嗯 师父说过 拼断一道菜 先看色香味形 师父愿意入口 看来这次没搞砸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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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这 这是鱼肉吗 味道居然如此多变 这都归功于你的魔法控火 三层三枝同时入味 必须是持续猛烈的火焰 才能发挥作用 我用火魔法加入了这么长时间 难道鱼肉不会煮烂吗 这就是闷得厉害之处 石滚不如一闷 闷不但能锁住水器 让主料入味 同时还能提升食材的质地 将所有精华保留在肉中 鱼肉结实而不烂 每一口都流淌着鲜美的肉汁 配合顺滑的酱汁 仿佛尝到了鱼水之间的交融 像是身处在不同的水流 酱汁的层次感层层分明 师傅 您调配的酱汁太厉害了 鱼肉 吃完了 一点都没剩 让我长点渣也好啊 大叔 求您设我为徒 我已经有头地了 求求您了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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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什么 土豆 葱 姜 蒜 各种调料 有了 嗯 热情的火元素啊 请你凝聚成火焰的光芒 给世间带来温暖吧 火焰树 火系魔法师 你竟然培养一名魔法师当传人 要不然怎么有资格当我的团 你竟然培养一名魔法师 化天前辈 请尝上这道鱼香土豆丝吧 信我 这道菜没问题 信你个头 虽然只是一道简单的土豆丝 但切下的每一刀都毫不马虎 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道 都配合着土豆的纹理不断调整 避免食材的缺点 又能同时保留刀筋 只用一般的菜头就能展现如此刀工 要是给它一片好刀 天晓得它能成长到何种程度 有意思 有意思 老鬼 你小心了 我看要不了多久 这小子的厨艺就会超越巅峰时期的你 这小子要是不能超越我 我还训练他干吗呀 现在你信我了吧 我福气 小子 你值得拥有一把好刀 你跟我走 我 你不怕 有资质做你传人 普通的刀配不上他 直接让你们看看 我的鸭香宝吧 怎么有这么重的寒气 小子 我欣赏你 自己选一名吧 第一 沈住师 愿意让你自己选到 可别浪费了这个机会 可是师父 我该怎么选啊 别指望你师父 只有和主人 相互感应的武器 才能达到随心而动 操纵自如 可别人 我能够有碰到 我能够在你的心里 老师 我们都没有想到 我能够在你的心里 小子 我能够在你 华天前輩 就是他了 你這小子 看來是歪打正著了 前輩 您幹什麼 想不到 你不會捨不得了吧 我搶刀 是想保你徒弟一命 這柄韓刀能以兵系魔法 激發出刀光 我以為你徒弟是火系魔法師 沒想到還同時修煉兵系魔法 若是繼續拿著這把刀 必死無疑 多年前 我從一名落魄書生手中 收購這柄韓刀 連我都摸不清它的刀性 刀體是用異常堅韌的 特殊礦物打造 能以兵系魔法 或是韓性鬥氣激發刀光 而你之所以不能選這柄刀 是因為它無魂 無魂 無魂之刀 不僅不能幫你 還會害了你 我年少衰老 外表看起來 比實際還老上二十歲 就因為我使用奪天之法 以自己的金血為魂 來鑄造兵器 賦予他們靈魂 才能將刀身自帶的屬性 發揮到極致 可是 華天前輩 這些跟我的性命 又有什麼關聯呢 傻小子 你同時修煉 兩種屬性衝突的魔法 若是無魂之刀 刀的含屬性 肯定會擾亂你的魔法力 打亂身體裡的平衡 沒過多久 你就會傾鴨而死 我徒弟難得找到一柄 這麼合適的刀 以你的鑄造工藝 不能將這柄刀 重新打造一下嗎 你以為我沒試過嗎 這柄刀無法完全燒化 不可能重新煉製 不過其他辦法也不是沒有 以食為魂 如果能找到一顆 具有靈性的極品寶石 鑲嵌在刀柄上 或許 效果會比奪天之法更好 冰雪女神之石 似乎和這柄刀相互感應 但 冰神她還在搜尋這塊寶石 是 華天前輩 就用這顆寶石吧 好一顆極品冰式 念兵 你身上居然還有這種寶物 我怎麼從沒聽你說過 師父 我不能說 但這確實是屬於我的 誰在乎從何而來 有這頂級冰石 我終於可以煉製出一柄 奪天之刃了 一生致力於鑄造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現在就鑄刀 幫我拉風箱 普通的火焰無法融化寒刀 但我能用鬥氣催動九離天火 使她的質地軟化 小子 請我扣令 是 九離鬥氣 升 來 我們有算是 荒風箱 沈 站在我身后 还差最后一步 就是用你的鲜血开光 一切为瘾 九里天火 成功了 成功了 神兵出使血光线 难道世纪又要不太平了吗 兵鲁大人 派遣冰月帝国士兵 全面彻查冰雪城 赶紧 赶紧 念兵 你可要好好感谢 这位第一神助师 帮你造了一柄绝世神刃哪 谢谢前辈刺刀 小宝刀 这刀镶嵌上宝石 已经与以前不同了 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秋水白露 寒天冻地 就叫它尘路刀吧 尘路刀 好 好名字 毛毛 您給我的冰雪女神之石 鑲嵌在這柄刀上 您會怪我嗎 我無法忘記您那時充滿不甘的叹息 這柄刀 又是以冰雪女神之石入回 陳陸道 我就稱你為冰雪女神的叹息吧 陳陸道 以你的鮮血開光 只有你能發揮他的全部威力 但絕世神兵的強大威力 也很容易讓你陷入危險 也很容易讓你陷入危險 你能發揮他的全部威力 這刀鞘是我用含鐵打造 能掩蓋陳陸刀的鋒芒和寒氣 一定要小心使用這柄刀 謝謝前輩 去照顧你師父吧 怎麼喝這麼多呀 小心點 有個徒弟好像也不錯 青髮男孩 你們見過嗎 我剛從城門過來 想出去的一個個都得檢查 全擠那兒了 是啊 城門的守衛說 不論多久都會把這孩子找出來 我聽說連十二祭祀的兵鲁大人 都親自出馬了 估計這孩子才上大事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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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輛差還好那麼多 酒輛差還好那麼多 真是 拖著這麼大一木板車 肯定逃不出去的 拖著這麼大一木板車 你 站住 走吧 你 站住 我吧 你 坐吧 你 坐吧 冰魯大人 追 对 他在那儿 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被抓到 没事了 被冰雪祭祀追杀 你还真够有本事的呀 谢谢你出手相救 你怎么会在冰雪城 昨天街上的那个人是你吗 还装作不认识我 因为你上次吹响我的凤迪 害我被冲骂一顿 本来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要不是看你陷入危险 我才不会 谢谢你 上次你匆忙离开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救了你 你要怎么报答我 给你做好吃的 好啊好啊 那你再给我做一次鱼缸吧 我现在可厉害了 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不过 现在实在不是做菜的好时机 你想要离开这座城市对吧 我知道有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 冰汝大人 四处都找不到容颜兵的踪影了 回城门 就送你到这儿了 我还有任务在身 您好好保重吧 欠你一顿大餐 我不会忘记的 你说的啊 下次方面 他要做最好吃的给我 那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来 总会遇见的 容颜兵已逃离冰雪城 即刻被马追击 是 走 分头找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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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么偏偏的小龙 应该不会被发现 把那个小狗给我抓起来 走 对一个孩子出手 这就是冰山塔的作风吗 我们只负责听命 你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三人都是高级战士 来不及切换兵会两种不同的魔法 既然是用剑攻击 那我就用兵系魔法 硬可关武 退可守 兵具远速 好 兵属速 站住 起来 啊 务法力小豪太快 又撑不住了 啊 冰雪女神之时顺发如此高级的魔法 这孩子的存在太危险了 冰雪女神祭祀大人一定也敢赢到了 那边 这是怎么回事啊 师父 凉快吗 用我的魔法 你一下就能回到桃花林了 太快了 快停下来 快停下来 师父 我不会让你练心如危险的 太快了 超超的 他们可我不揍死你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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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你找回冰神室 遵命 无上的冰雪女神祭祀 遵命 无上的冰雪女神祭祀 太快了 终于 终于劈成柴司了 凭我现在的精神力 或许能同时使用冰火魔法了 圣洁的冰元素 炙热的火元素 虽然可以轮流掉用冰火魔法 但始终打不到父亲说过的 冰火铜元 臭小子 不会让你好死的 幻觉 不好 修炼过猛 身体开始扛不住桃花灵的瘴气了 不好 我不能这么轻易地受到影响 伟大的火焰呢 请您将我的愤怒化为巨人 斩断所有阻挡我的迷津吧 火刀树 冰神塔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死了 等着 我一定会成为阳光大陆最强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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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您今晚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 好久没吃红烧肘子了 最近嘴里淡得没味儿 大夫说了 饮食要清淡 吃这些油腻的 反而会加重您的病情 没想到我堂堂鬼厨 竟然有一天 连口腹之余都没办法满足了 想当初游历大陆 尝遍了各种美食 各个帝国的皇室 都想招篮王 但我统统躲过了 皇室没派人来找您吗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隐藏身份 只要展露厨艺 就会换到下一个城市 皇室还来不及找到我 就被我跑喽 不愧是师父 念兵 您以后进城 也不能随便展示厨艺啊 要是表现得太招摇 可会被皇室抓去工作的 师父放心 我天天待在这桃花林 没别的事也不会离开啊 你总有一天要出去闯荡 留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厨艺怎么可能再进步啊 师父 以后你游历大陆 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也会遇到很多算计和布公 不过师父 还是希望你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多帮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一把 师父放心吧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不会忘了您的话 得道者多住 师道者寡住 有些人 你帮了他一把 他就会发光 就像我师父与我 还有像妙处明修那老家伙 要不是因为我 那老家伙说不定 还得不到楚中仙的称号呢 师父您慢点喝 晚上我给您煎一副药 再给您弄点蜜饯 就不觉得苦了 我有点困 先休息了 羊费 嬷 麻 妈,妈,如果不是你们留下的火炎神之时,和冰雪女神之时,我的魔法力也无法提升得如此迅速。 为了成为最强的魔法师,我每晚彻夜修炼,利用这两颗宝石加速凝聚魔法元素。 但随着体内持续累积的魔法力,也让冰火能量更加冲突。 当年那位夫人送的玉牌,我找师父说的一直带着,虽然能够感受到她对两种魔法的轻压有压制作用,但不知道还能再撑多久。 我不能停下,只有成为最强大的魔法师,才能让冰神他畏惧。 不对,不管是冰还是火,只要一边的魔法力增强,另一边的魔法力就会抵抗。 只要下去,不是萤火自焚,就是冰灭全身。 停不下来,控制不住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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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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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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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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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